至於為什麼不在農曆新年之前 擴大疫苗氣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需要時間給政府和各界準備 以及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大家真的需要時間準備 尤其是昨天出來見傳媒的餐飲業界 所以很難說立刻10天8天後要做 因為很多飲宴、很多活動 訂了桌子或一些場地 另外也要讓我們有時間 去釐清所有技術的問題 去方便這些廚所 將來如何核證疫苗接種的紀錄 我們還在尋找千方百計的方法 是很方便 它可以檢視到這個客人 或者這個進來廚所的人 是不是已經打了針 第二方面就是要預留時間 給市民去打針 因為你只說了之後 都會突然間由幾千人 變了昨天的一萬八千人去打針 換句話說 都要預留時間給市民去打針 第三就是因為看到網上 已經有很多造謠 所以我們要預先說清楚 政府在抗疫方面 以及提升疫苗接種率的方向 讓大家不要受到這些謠言 來到去誤導